做數字做得很累 大家好 歡迎來到港式泰文 我是Crystal 今天教的泰文 跟旅遊有關 可以讓大家出去泰國的時候 用得著 最近就看了一個 去泰國旅行玩的Youtuber 他用了一堆數字 打遍天下 用數字完全能溝通 聽完他的分析 體驗過後 就決定教大家 數字 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 旅行詞語 就告訴大家 你們想學什麼泰文 去旅行用 在後下留言 下一段影片 說回數字 我們可以在買賣 吃東西的時候用 現在不說太多廢話了 我們馬上去看看 泰文的數字是什麼 泰文的數字 跟香港的數字 就是廣東話 除了0、1、2、5 二幾個字 有一點不同之外 其他都是大致相同的 我們由0至10開始 0開始 那就是 爽就是0 0就是1 爽就是2 3就是3 4 蝦就是5 蠔就是6 蠔就是7 蠔就是8 蠔就是9 蠔就是10 應該是2 雖 2 是5 1 10就是廣東話 用泰文相似的數字 其實連三次學習大家都是經常聽 基本上都會學習的 開始11了 有些觀眾會說11的泰文是否跟廣東話是不同的呢 也會有另一個說法 然後土就會回答他 其實也不是很難的 只要大家背了他就可以了 那11的泰文是什麼呢 那就是攝暖 那不是用攝暖的 那就是用攝抖代表11 那11就是攝抖 那土就不知道為什麼是攝抖 那我們照背了他 那12是怎樣說呢 他就會照回10加2 那就變成攝爽 那13就是攝暖3 然後14就是攝氏 就是一直數下去 就是攝抖 攝抖 攝抖 攝膠 這個就是去到20了 那21是什麼呢 大家會不會知道呢 是否大家會回答 如果說10加速就寫錯了 那就是10加速 還是用11加速 那10加速就是廣東話 11加速 可能有時候我們會通常用21加速 然後我們可以用 做10加速 去代表的 那基本上 一加速 21加速 71加速 81加速 都是這樣算下來的 就是 蝦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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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蝜攝 蝙攝 蝦攝 這樣去數 我們又要數到 三十 我用了 二一 二二 二三 二四 二五 如果用 二十一來數是 這個 1111 talvezacies şehulate duas duas duasatu essere stato τуляuth 現在我們到達100 100是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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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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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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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升級也有了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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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z0$0$0$%$0$0$0$$0$$0.5$0$0$ 剛調到11之後 是因為使用 是shippeat shippeat是用這個原理 另外at就是101 大家開始迷惘了 111應該是如何說呢 111呢 我們也是用了 另外shippeat 也是用了at來做1 之後呢 120 130 140 150 160 170 就是把100加幾十 就是20 30 40 那些1就用回8就OK的了 那怎樣用呢? 那可能就會 Halo 蝦蝦 那就551 555 大致上就是這樣 那我們去1000 1000就是噴 亂噴 噴就是1000 亂噴就是1000 那就亂噴 爽噴 散噴 是噴 蝦噴 酷噴 直噴 噴 膠噴 這個就是1000至9000的噴 那噴爽就是多少呢? 噴爽就是1200 噴散就是1300 那我們隨便說些數字吧 那就亂噴爽內 散噴就是1230 那如果是蝦噴 蝦噴 是蝦噴 是甚麼呢? 數字 噴呢 就完了 那我們去萬了 10000 10000 10000這個數字 不知道大家會常常接觸 那麼 門呢 就是萬 冷門 就是10000 那我們也是按照數下去吧 爽門 3040 50 60 60 70 80 90 那這個呢 就是萬了 那如果12345 5的泰文應該怎麼說呢? 冷門 爽噴 三內 四十 下 那 56789 應該怎麼說呢? 如果知道的就快點留言吧 到數字數都很累 來到今天的重頭戲了 就是10萬以上應該怎麼說呢? 因為有觀眾 有inbox過討論 究竟10萬以上的泰文是應該怎麼說的 因為可能有些居港泰人 要買樓 或者做生意 又好像我們這些混血異的話 其實在萬以上的數字其實很混淆 我們今天就說一下是怎樣數 平時大家旅遊又未必用到十萬或者百多萬去吃飯 頂多都是萬多元 那學定都沒有壞的 對不對? 那我們這些呢 懂少少泰文呢 就會跟別人說十萬 可能會想買樓的時候 或者想說 香港樓價有多貴 就會說十萬、八萬、千萬 那就是呢 我們呢 就會用 攝門、內門、噴門 這樣跟泰國人聊 基本上呢 根本是溝碰不到的 因為他們不是會用攝門去代表十萬 或者不內門去代表一百萬 那他們不是這樣說的 攝門呢 我們所說的是十萬 其實是不對的 那十萬的泰文應該是什麼呢? 就是 醒 醒 就是十萬 那我們又數數字了 那我們來 這個的是 十二萬 三千 三千 四百五十六 應該怎麼數呢? 就是 又就是 十二萬 三千 四百五十六 我們的籌款數字到 一百萬了 那一百萬的泰文就是 怎樣去數呢? 我們又開始有數數字了 就是 一百 二十 三萬 四千 五百 六十 七 那泰文應該怎麼說呢? 嘩 支出兩千 那就是 兩千 一百 一百 二百 二百 一百 二百 一百 二百 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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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千萬之後,肚子就不會觸碰了 可能...甚至... 其實一萬之後,都不太關於肚子的了 Hello! 又是我提醒肚子 Crystal說完之後,忘記再說回 泰文的千萬是什麼 千萬的泰文是... 攝懶 攝懶 就是這麼多 再加個場比,肚子 那肚子就不數給大家了 因為實在太長,肚子開始爆炸 那我們又... 過十八千萬、十萬、八萬 這樣去數吧 那我們...開始了 我們過是沒有的 應該... 那我們先戴頭盔 因為肚子就不太知道 攝就是10 那就是8 來 噴 悶 醒 懶 攝懶 就是這樣了 那就是... 攝就是10 來就是8 來就是8 噴就是千 悶就是萬 醒就是10萬 懶就是8萬 攝懶就是... 一千萬 OKOK 大家都開始想哭了 那我們想一個方法就是 我們... 頭幾個就... 攝,來,噴,悶 就靠大家的記憶去記了 那後面那些難一點 不是經常用的話 那肚子就想了一些奇怪的方法 幫大家去記了 那就是希望幫到大家去記這些數字 那門呢 真的慢 慢 我們都... 可能有機會會用到 慢之後就是10萬 距離很長的嘛 都... 不是說... 好像一至十元那樣去存 那門... 都沒有那麼害怕 那如果聽到醒的話 那你就會整個人醒了 那就是10萬 那就是醒了 那就是醒了 OK 8萬呢 就是懶了 那開始的樓呢 就是8萬了 那些樓呢 我們... 不可以懶了 懶就買不到樓 懶呢 就是... 100萬了 那... 那... 是很辛苦的事 那... 是有點... 洩氣啦 亦都有點懶 那... 那... 1000萬就是... 懶懶了 那如果大家... 真是... 搞不定了 那我們開始... 小時候這樣 我們學數字呢 都會有個表 好像類似這樣的表 OK 那... 我們寫下了 那... 把它加回數字 就可以了 那... 大概會變成... 這樣的樣子 OK 那... 可能就會方便大家去學了 那就... 記住啦 可能有空就拿出來寫一下 怎樣去讀 這個表在哪裡可以拿呢 那就去... IG到留言啦 或者在IG到inboard 就這樣簡單啦 就這樣啦 那...如果大家有其他的想法 去記住這堆數字的話 可以在樓下一起分享給大家 去一起記住一些難的生字啦 或者... 你覺得這樣寫會有趣一點的 那就可以在樓下留言 一起大家分享一下 怎樣去記數字啦 那... 那...今天教的數字呢 就大致上就完成了啦 那...如果有些什麼問題 都可以找到啦 或者在樓下留言一起交流一下 可能大家會覺得 數字不夠你用喔 不夠大家用喔 那...你想學更多的旅遊生字的話 其實可以inboard 土生的 土不介意 也可以在樓下留言啦 那...一起去研究一下 如何讀這個泰文啦 那...今天就是這麼多啦 又來到最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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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拍Youtube一定要拍的 結尾 那...就是... 很重要的... 訂閱和留言啦 那... 訂閱其實是免費的 在下面的按鈕呢 按就可以了 即是中文的訂閱鈕 那...我對於土來講呢 其實很有用的這個按鈕 希望大家幫幫手 按一下訂閱啦 那...按完訂閱 還有訂閱這個按鈕呢 就是同一個按鈕 只是英文和中文而已 那...旁邊有個鈕 那鈕就是給... 可以立即看回土的新片啦 如果大家的身邊有朋友 在學泰文 喜歡泰聲 喜歡泰國的文化 又想用其他方法去學的話 那就可以快點分享給他們看 其實泰文是這麼搞笑的 可以這樣去記的 也可以看插畫 去這樣學泰文 那...快點分享給他們看啦 那...如果覺得土說話 真的很難聽 又有這麼多難音的話 其實... 可以去我們的Instagram 那...就會有些真正的泰文讀音 教大家啦 那...有些插畫 有些拼音 那就教大家啦 那就快點去追蹤啦 那...除了真正的讀音 也可以在那裡找到土 那...土就會即時跟你對話的啦 那...今天就是這麼多啦 Sawadika 拜拜 又來到戴頭盔的環節 如果肚子有說錯 我說得不對 說得不好聽的話 那就請原諒啦 Pupiputu Goko Abayitonaka Sawadika 拜拜